不在意料之中就成了驚喜 張倩兄弟菜鳥越振滑 比起哥哥越東滑 新人時期等了兩年 手轟才開張 弟弟可是敢進度 2019年神經兄弟 今年生涯第一支拳雷打 就快速出爐 而且還是自剩三分砲 就是一開始還滿緊張的 因為壘上有人 然後就是想要把學長打回來 剛才你把哥哥打回來的時候 哥哥有沒有跟你說什麼 沒有 沒有是不是 月月兄弟不肉麻日常 大家見怪不怪 那扛出手轟的岳振滑 也第一次獲勝為單場MVP 那MVP的重頭戲就是要跳舞 小江岳振滑看起來 可是比在打擊區上還要緊張 一邊偷瞄旁邊PS動作 沒看過作弊學那麼明顯的啦 只是說害羞木娜的他 也不小心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啦 下次你要練的話 我找PASSION SISTER陪你練舞好不好 可以 可以是不是 好啦 阿華 想跳舞不只可以找PS 其實找羅傑斯也是很不錯的 身為擊敗漢將的另一大功臣 羅傑斯也被CUE上台 而且跳的舞 還是他最愛的佳妹 這個有一分的一個進場 也讓今天這場比賽 跳應員超有才 就算被連CUE三首 看起來羅傑斯好像有點累 但這音樂一下 他大哥可就忍不住囉 還滿受寵的 好像有人緣嘛 我真的會跳的耶 他都不曾忘記 瞧瞧著頓點和律動 羅傑斯絕對是有偷練的嫌疑 總是活潑扮演兄弟開心果的他 其實能有玩偷酒局 只丟一分的狂猛表現 背後故事讓人感動 媽媽的加持激發出 玩頭的羅傑斯 相信相迷們一定很希望 羅傑斯媽常常打電話 關心一下 因為兄弟們的目標很一致 那就是 公親 兄弟 總冠軍 Yeah OK OK 謝謝 OK 謝謝 謝謝 外體新聞綜合報導